各位好 那我们来看范例5 这题更简单 它就是一个很典型的 磁心运动 不是 动量守恒的题目 那只不过它是平面的 它是平面的 它不只是要考虑 不只是要考虑东西方向 还要考虑南北方向 那它说有一个地雷爆炸 爆炸之后有 两个碎片是乙枝 一个碎片是直样1公斤 然后向北速度12 第二个碎片是直样2公斤 向东速度8 第三个碎片是 速度大小40 但不知道直样几公斤 那其实就直接用动量守恒来处理就可以了 爆炸前是静止的 所以动量是0 总动量是0 爆炸后呢 就是1号碎片的动量 加2号碎片的动量 加3号碎片的动量 加总要跟爆炸前一样 因为这个系统 因为这个系统并没有受到其他第四个碎片什么之类的力 并没有受到外力 好那 所以它们彼此之间的力都是内力 就不会影响到整体的总动量 所以我们就可以这样写就是 P1就是1乘上12 但是它的方向是向北 然后P2就是2公斤乘上8 但是方向是向东 然后再加上P3 再加上P3是N3 然后乘上40 但我们不知道方向 不过呢 不过呢 我们先不要写N3乘4 我们还是写P3 其实我们可以用画图的 来表示 就像我们已经画出来的这样 但我们再把它换成是动量 也就是 例如说 向上的 然后P1 是12 是12 然后向右的 不是向右 向东 向上 它是改成向北 向东 是 P2是286 那这两个 那这两个 加起来之后 向量加法 加起来之后 再加上P3 就要回到0 那想必P3 应该要沿着这个方向 对吧 而且12和16 今天如果是 P1 P2 如果是呈现直角 那其实就可以用 B4定理来处理 结果B4定理的结果是 P1 12 P2 16 刚好是3 4 5 所以这个斜边 就会是 20 那P3要跟这个20抵消 才会变成0 对不对 所以 意思就是什么 意思就是 P2 加P1 或是说 P1 加P2 要等于 它的大小 要等于 P3 或是说 不要加大小 要跟P3 刚好相反 所以P3就是多少 就是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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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P3是20 可是它要等于什么 它要等于 N3乘40 所以N3就是多少 就是0.5 0.5公斤 就是这么简单 记得动量是向量 在计算动量守恒的时候 也可以用向量的加减法 来做计算 谢谢